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来读孙子兵法,来读孙子兵法的谋公篇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伐谋呢,就是伐掉他的计谋,断掉他的念想,从根本上就把他的念头给伐掉了 让他发现自己国家的条件不具备,风险很大,胜算也不多,让他放弃自己的计划 伐交呢,就是破坏他的外交,打散他的盟友 中国历史上讲到外交,讲到法交,自然会讲到一个成语叫众横百合 这就是法交干的活儿嘛,苏秦,张仪,合众连横,这就是法交的典型人物 苏秦合众,因为在中原大地上六个国家是从南至北,众向排列 所以合众就是合六国之力去抵抗强秦,让秦国十五年都不能东向,不能往东边去打 张仪来了,张仪来了之后就连横,游说六国一一与秦国结盟 以求能够自己的本土安全,破坏六国之间的合众计划 以便孤立每一个小国家,然后各个基督 众横这个词就是合众连横的简称而来 张仪发楚怀王和齐国的这个外交的政策,就是法交的一个典型战力 张仪为了破坏齐楚联盟,齐国和楚国的联盟计划 访问楚国,然后迎又楚怀王 他说,如果您和齐国绝交的话,那我联盟我们秦国 那么秦国愿意给到山鱼之地六百里 给到您,吴怀王非常高兴,马上就和齐国端了架 六百里土地啊,这个打仗可不一定打得来的 然后又派个将军去秦国去收地 你不是答应给我六百里吗 这个时候,张仪称命不出啊,就一直都没有见 这个楚国的将军 三个月都没有见楚国的这个使者 楚怀王不仅不思考啊,会不会出了什么披露 他反而去检讨自己,他说张仪肯定是不相信 我已经和齐国真正断交了 于是呢,就派了个勇士去了齐国 然后呢,辱骂齐王,以失信于秦 也告诉秦国啊,我真的跟齐国断交了 你看,我还是辱骂齐国的君主 齐王莫名其妙的受到了侮辱,勃然大怒 不仅和楚国马上绝交了 还和秦国马上结了同盟关系 这个时候,张仪出现了 接见了楚国的使者,给了他一个地图 他说,这就是我给你的兑现的承诺 六里地,少了两个零,原来答应给他六百里 这个时候,楚国王打弩啊 发兵攻打秦国 你要想,没有齐国的联盟 楚国哪里打得过秦国 于是,果然打败而归 楚国就此开始了他的迅速衰弱的事情 在这个案例里,其实不光只有楚王受到了教训 其实齐王也受到了教训 秦国,罚的是楚国的交 何尝不是罚的也是齐国的交呢 郑主有一句话说,你的队有石头猪 你不能也跟着做猪吧 秦楚开战 如果齐国这个时候能帮楚国一把 那楚国必将是羞愧干击 齐楚联盟也会更加的稳固 真正的敌人,秦国的战略就会破产 所以上当的其实不仅仅只有楚外王 齐王也一样上当了 前面加伐谋是有直接杀掉诸谋的 同样伐骄也是有直接杀掉他国的外交世界的 在楚汉乡镇的时候 英部,英部是淮南王 他作弊上官,不去理会楚汉乡镇 刘邦和项羽其实都派出各自的使者去拉拢英部 英部心里其实慢慢已经倾向于汉了 倾向于刘邦 但是还是由于依然在楚国使者住的 那个宾馆里唠嗑,喝酒聊天 楚国的使者就催促他快点发兵 来帮助楚国去打那个刘邦的团队 汉是隋和,这个人的名字叫隋和 但是他一点都不隋和 他当机地段看到了 楚国的使者和英部在喝酒聊天 直接闯进楚国使者住的宾馆 一屁股坐在楚国使者吃饭聊天的上座 他大声喝道,说淮南王已经归了我们的汉 你已经归了刘邦的团队 你发什么兵 楚国打惊啊 他要走,马上就要想离开 英部也愣了,说我什么时候答应你这个事 隋和再打喝一声说啊 我不能让他走了 赶紧杀了他 英部这个时候被逼到了墙角 也是没办法了 不听也得听了 于是只能逼了碎河 就斩了出使 率军全部归了刘邦 沙士发交 还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班超 班超出使西域 到了山山这个地方 今天在新疆的洛布泊西南 这个位置吧 有一个小国 山山国 山山王呢 对于班超一开始很热情 过了几天之后 突然变得很冷淡 班超就在想为什么 多方打听之后原来知道北匈奴也判了使者 山山王正在两边 犹豫到底是和北匈奴结盟还是和汉结盟 班超这个时候就看得出来啊 到底是厉害的外交家 浑身试探 不仅是外交家 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将军 率领了自己的部下36个人 夜里突袭了匈奴使者的宾馆 把匈奴使探全部杀光 然后提着使者的人头去见了山山王 山山王一看被吓唬了 但这个匈奴的史上死在了我的国里 那麻烦大了 于是他也交代不了这个事 只能归降汉朝 派出了王子 到了长安做人质 其次罚兵 那个是在罚谋 罚交都弄不成的情况下 才不得已 才动刀兵 江大公说 真甚于白任之前 所以梁将也 就在江二八经 拿百刀子进 红刀子出来去打仗的这种将军 他不是很好的将军 旗下功臣 把功臣之法为不得已 羞鲁 冯温 据气血 三月二后臣 据烟 又三月二后矣 将不胜其份 而以赴之 杀 士族三分之一 而臣不拔之 自攻之灾业 功臣呢 是下策 不得已而为之 实在没办法里才能功臣 羞鲁冯温的意思 鲁是那个盾 就可以挡住整个身体 那那个箭射过来的时候 射不到人的身体 总共是一种四个轮子的功臣车辆 然后把那个什么猪皮牛皮蒙在上面 算是古代的这个装甲运兵车 里面可以藏十几个人 然后一直退到城墙下 然后就开始功臣 其他的一些器具啊 比如什么云梯啦 什么木曼啦 都是功臣设备啊 这些东西准备你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吧 巨烟那巨烟就是土方工程啊 就是推土为破 然后呢可以登高和守城的士兵来去打仗 因为城墙很高嘛 你必须在外面堆土堆 堆成一个陡破 然后你可以走上去 走到城墙上去 跟对方的士兵来进行作战 其他的工程比如说我们挖地道啦 打桥啦 然后挖那个土豪啦 然后去硬土填一些坑啊等等啊 这些准备也得花三个月时间 工程是一个很慢的功夫 是一个细致活 如果将军还要急躁的话 搞那个以赴战术 就是让士兵不断地往上爬 我们以前看到的各种影视剧当中 都是拿个云梯 一个梯子夹在城楼上直接往上爬 你往上爬上面的对待你的方法可多了 没事就射箭啊 扔火啊 扔石头啊 倒K水啊 然后倒油啊 这很容易就把你给打下去了嘛 以赴战术又叫飞蛾扑火战术 完全就是松明的 对工程是非常惨烈的 是下策中的下下策 孙子兵法的思想啊 明不影响不说 关键自己先别输 剩了敌人不等于行 关键你自己要变得更强 还是变得更弱 这是你要考虑的 得不偿失 千万也别草菅人命 工程 不拔的 典型战力就是 北魏派武帝 托巴涛 去攻打区域 或许这是少数农族兄弟 比较豪放啊 还继续 工程的人倒也是弯得潇洒 先派使者进城啊 找 这个刘宋守将 藏制要酒喝 藏制也一点都不客气 拿了几个瓦关过来啊 叫大家伙撒了几瓦尿 给他送过去 托巴涛非常生气 马上就下令攻城啊 士兵轮番攀登 并且下命令叫退后者杀 结果呢 攻了一个月 士兵的这个尸体啊 堆到城墙那么高 死者过半 还杀了自己的先锋关高粱王 最后城还是没有攻下来 托巴涛见到了伤兵满年 实在没办法 到处都是瘟疫恨性 疾病恨性 又怕被人断了后路 只能引恨 结尾而去 民国的名将傅作义啊 是以和平解放 呃 为平而闻名的 事实上 他的真正的将名 是来自于中国首臣第一将 最能首臣 他的臣名之作 就是佐州之战 在直奉的打战的时候啊 奉军得胜 傅作义当时是直系的将领 傅作义带了一只孤军 坚守在佐州城 里面没有粮草 外面没有支援 但他就是不投降 奉军五万人去攻打他几千人 打了两个多月 功臣总指挥 是民国少帅张学良 飞机大炮燃烧弹 各种狂轰乱炸 恨不得把佐州城都给轰平了 傅作义还带他 继续就攻不下 这个时候呢 奉军首领张作霖啊 非常生气 他说这不科学 那么打到现在还没打下来 于是呢 他就下令 整天高科技的几手段 他把张作霖啊 扔进去五百多发毒气弹 扔到城里去了 毒气弹打完之后 那奉军再次进攻 傅作义还在打 还是没有 就把输继续打 奉系军队给打退了 张作霖也服了 他就跟张学良说 这小子不投降 我们也别打了 那就围起来 把他饿死了 这个时候阎锡山啊 那个时候是西南宗师辉嘛 看了一次 没当打的必要 就给傅作义说 算了吧 那我们就一和吧 傅作义得到了领导的知识 这个时候 才和张学良 签了合议 接受政编 后来 林彪打长春 就用了张作霖的这个恶字句 为而不打 把国君给恶的投降了 原文 故善用兵者 屈人之兵 而非战也 拔人之城 而非公也 毁人之国 而非酒也 必以权争于天下 故兵顿 而立可权 此谋供之法也 孙子这里总结的叫谋供 谋供就是谋权原则 自己不损失什么 敌方的资产也不会破坏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能获得最好的收获 你要想全力 全部取得你真正的战果 你就要做到三非 非战 非公 非酒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攻而拔人之城 不久战而毁人之国 孙子的思想 此作任何事情之前 首先考虑风险 然后考虑代价 第三才会考虑到自己的利益 有两样东西 最能驱使人犯错 一个呢 就是利益诱惑 第二呢 就是焦虑 人们常说 见利忘义 其实更普遍的说法 叫见利忘害 见到利益 就难免 人为财思 尿为失望 见小利而亡命 其实焦虑啊 也容易让人犯错 为什么呢 人一焦虑 就想有所动作 你要他非战非攻 要他等 他忍不了 那战场上的统帅 在生死双望之间 如果你有一刻 没有一刻 他是不焦虑的 所以他就特别容易出错 也要你能不能忍住 这是非常关键的 如何避免的 就是以失败作为假设 的前提来去考虑问题 我们习惯性的思维方式 就是以成功为假设嘛 你做一件事 是为了把它干成 那我思考 分析 判断 谋划 决策 都是我要如何成功 这其实很自然的嘛 但是 如果你打仗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我老想失败 那还叫兵法嘛 但是孙子兵法的出发点 就不是这样 它是处处以失败 作为假设前提的 首先假定这件事 会失败 然后呢 再去思考 分析 判断 谋划决策 围绕的问题 都是如何避免失败 减少代价 立于不败之地 然后再用计 等待 等待一站而定 有的时候 精明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我可以思考一下 为什么有的人 能够专注 坚持默默 我们二十年 摸一剑 最终成为行业领袖 而有一些人 懂一头 吸一头 今天干这个 明天干那个 始终过着波澜壮阔的 创业人生 但是 根本思维 其实是思维性格的差异 前者不一定 特别有大智慧啊 但是是一个 以失败 作为前提的思考者 你跟他说什么 他都会觉得这是风险 他首先会假设 这件事干不成 只有干成的那件事 他才认为 继续干 才能干成 最后变成了个 极大人者 后面一种人呢 他是以成功 作为前提来思考的 他听什么都觉得 是机会 是大机会 是不能错过的机会 最后 他就成为了一个 终身创业者 李嘉诚说 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先考虑失败 这是兵法智慧的根本 什么叫大师啊 大师就是知道 自己跟别人一样 你如果上手说 去干这个事 多半是打败 都是亏 都是输 所以他特别谨慎 吹嘘自己战无不胜的 那往往不是大师啊 是大师所望的事吧 也许 非战非攻 最后一个还叫非救 什么意思呢 就是动作要少 关键时刻来那么一下 最忌讳的就是 天天研究平板动作 反复折承 你多做就会多错 这是今天和大家来讲的 谋攻的第二个部分 我们下期再见